我们刚刚看到艺术家用涂鸦把废弃的墙壁变成了艺术品 那如果是一整个废弃的工厂艺术家怎么做呢 新媒体艺术团队豪华朗基工找来了艺术家朋友 一起把原本阴森的废弃工厂打造成前卫的工作室和表演舞台 而且他们的作品真的很炫很好看哦 商标组合成万花童影像 表演者站在前面犹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同样的15万花童影像让表演者看起来就像超级市场里的消费者 奇幻的舞台设计是新媒体艺术团队豪华朗基工的作品 我们是有两个艺术创作团体 一个叫豪华兄弟 一个叫朗基工 那这两个团体的属性不太一样 豪华兄弟比较偏雕塑跟机械装置 那朗基工比较偏影像跟媒体装置 合并成豪华朗基工后 他们变成全方位的新媒体艺术团队 还被称为艺术界的F4 并不是你的自己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不敢 我们自己都说SHE而已 创作上他们作品的尺寸越来越大 加上需要跨界表演的空间 为了有更大的工作室 他们在台北士林找到了一间废弃工厂 一刚进这个工厂我们觉得有点阴森 因为其实它已经很久没有使用了 要改造阴森的废弃工厂不简单 一起进驻的阿西洞团队 曾帮天王周杰伦还有导演魏德胜 打造电影需要的道具 这次用老建材创造新空间 花了一年把废墟变成三间各有特色的工作室 像我们做电影场景的话 就是我们的风格就是这样 然后像隔壁的地盖 他们是比较属于未来的 澳花朗金工其实它有点是混一些台式的 又有混一些乡村风的 这真的就是我们一年前所期望它变成的样子 为了实验跨域表演 他们还打造了一个表演舞台 看起来像是一面白色单独的墙 其实可以用作投影 更特别的是墙上相有一个阵列的LED灯 其实它是用一颗一颗LED灯 镶在这墙上 然后这里有 我忘记了 我等一下可以给你输去 906颗LED灯创造出舞台魔幻的效果 看到这些成品上的展现 有时候真的都会有一股那种很莫名的感动 由豪华朗金工领军 三个团队八个大男生 实践了自己的梦想 把废墟变工作室 让工厂里有了表演舞台 为了艺术而生的热血继续沸腾 торов一本人 百分之花 颤四天